竹子是一种常见的植物 在文人默克的眼里 竹子那是坚韧和气节的象征 这种植物在我国的南北方都有生长 竹子的最大的特点 是它的外壳非常的坚硬 而内部是中空的 并且是空的部分 是被若干个竹节分成相对隔离的一些空间 这是竹子的特点 也许观众朋友们不会想到 在中国造船的历史上 有一项重要的造船技术 与竹子的这个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项技术就叫做水蜜割仓技术 有人说水蜜割仓技术 就是人们受了竹子结构的影响 受了竹子结构的启发 而创造发明出来的 这一定是一个很精彩的传奇故事 那么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上 还有多少这样传奇的故事呢 中国古代的造船事业 走出了一条独立的发展道路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恰恰是这条独立的发展道路 引领着中国的造船事业 创造了若干灿烂辉煌的成果 在这里啊 有三项重要的成果 我想是必须要了解的 那么这第一项成果 就是船剧的发明与创造 船剧啊 是指控制和操纵 周船前进的一些工具和一些构建 像蒋啊 搞 翻 毛 都属于船剧之列 船剧不仅影响着周船功能的发挥 而且呢 也影响着周船的发展方向 自从木板船 在青铜时代诞生之后啊 经过了夏 商 舟 春秋 战国 这历代的发展 它的形体啊 越来越大 种类越来越多 功能越来越齐全 那么它就要求船剧 必须要跟上形式的发展 所以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有许多新的船剧 被发明和创造出来 在这里呢 我主要介绍三种 具有重要意义的船剧 这三种船剧呢 第一种 就是鲁 鲁 它是推进船前进的船剧 在库木维州 掩木维吉的那个时代 船舶的前进 主要是依靠蒋来推动 这个大家都知道 设置于船的两侧 有若干之桨 人们通过滑动这些桨 从而推动船前进 桨 所产生的推动力 它的基本原理很简单 就是通过人类滑水 而产生一种反作用力 从而使船往前行进 这种反作用力呢 它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间歇性的 就像我们滑船一样 滑一下 船往前进一下 不滑它就不进 所以它这个推力呢 不是连续性的 它的效率 那么也就大打折扣了 后来在长期的实践中 人们发现 当桨在水里来回搅动的时候 它也可以产生一种推力 这种推力呢 不是滑水的反作用力了 而是一种旋转的 上升的一种生力 那么时间长了 人们就运用这种生力 因为这种生力啊 它的产生就不是间接性的了 它是连续性的 于是呢 一种新的船具就诞生了 这种新的船具就是鲁 也就是说鲁 它是在船桨的基础上 发明创造出来的 它在形质上来看 它有点跟桨香类似 但是它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 我们看看鲁的结构 鲁呢 它有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 我们叫它鲁饼 也叫鲁把手 是人要直接手握操纵的那个部位 第二部分呢 叫鲁板 这个鲁板呢 就是在水里搅动水的那一部分 叫鲁板 那么连接鲁饼和鲁板的是第三部分 叫做二状 这是鲁的基本构成 鲁在使用的时候呢 它是要固定在船上 如何来固定呢 它是要在船弦 或是船的尾部 边缘的地方 首先要打下一个带有球熊头的一个铁钉 作为一个支点 这个铁钉呢 它有一个标准的名字 叫鲁人头 然后在鲁板上 钉上一块非常坚硬的木头 在这块硬木上 要挖出一个孔洞 这个孔洞呢 和鲁人头的大小相仿 这个孔洞 叫做鲁鳍 就是肚鳍的鳍 那么在安装的时候 要把鲁人头置于鲁鳍之中 这样呢 就形成了一个 做球形运动的一个支点 这是一个支点 在安装的时候 另外要在鲁饼上 拴一根绳子 这根绳子叫鲁弹绳 绳子的另一端 要拴在甲板上的一个铁环上 鲁弹绳的长短 它是可以调节的 通过调节鲁弹绳的长短 来调节鲁板 在水中的深度 那么这样 在鲁的安装过程中 就形成了两个支点 一个是鲁人头 一个是在甲板上的铁环 那么在操作鲁的过程中 人的一只手要把住鲁饼 另一只手要握住鲁弹绳 要前后摇动 在摇动实力的过程中 通过两个支点 而使得水中的鲁板 不断地在水中搅动 从而产生了生力 推动着船往前前进 这就是鲁的产生动力的 基本的原理 鲁推动船前进的原理 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螺旋桨 当然螺旋桨 它是近代以后 由西方人发明的 我们虽然不能说 螺旋桨是在鲁的基础上 发明创造出来的 但是鲁和螺旋桨 它的推进原理 是非常相似的 鲁在刚刚发明的时候 它是安装在船的侧弦上 后来逐渐逐渐地移到了船尾 鲁的发明 我们一般认为是在东汉时期 在以后的各个朝代中 船上普遍地使用了鲁 比如说在北宋时期 著名画家张泽端 他所创造的清明上河图上 描绘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船只 很多艘 在大船和小船上 都有鲁的设置 在大船上的鲁 它设置得很大 我们从那个图上就可以看出来 操纵鲁的人 一个是操纵不了 而多个人同时操纵一具鲁 直到今天 在一些水系发达的地方 依然可以看到鲁的影子 这是第一种船剧